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联播 到两岸国际的时间 第一单就讲一下祖国新闻 中国的火星探测器天文一号 不日就会着陆火星 很开心 其实北京时间5月14号 国家的航天局就说 其实它大概会在5月15号的凌晨 直到5月19号之间 就会聚落,不是聚落是登陆 这个火星的烏托邦平原 其实这部网站在2020年7月23号发射 一直都系统运作正常 做很多科研的探测工作 以及取得一些科学数据 所以我也挺期待 中国已经成为第六个开始探测火星的国家 也挺期待它发送来的数据 天文这个字是出于阻耻 是屈原的一首很有名的 亦都是一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是向历史呼应 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东西 其实都代表中国会成为一个太空的潜在大国 天宫一号 那个是做这个是太空站 中国很威力的就是自己搞的 就是你一个合作做也可以的 但是就是我自己的太空站 美国的太空站应该就要退役了 所以它也都自己可能是没有太空站 而世界上就只有中国主动的太空站 这个可能是出现的情况 因为美国没有钱 干脏莫财 不错 OK 其实也可以分享多一点资料 其实之前五个探索过火星的国家 就有苏联 还有欧洲的太空总署 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其实这一部天文一号 其实有很多东西 由轨道气、增陆气 先插两句 后面的两个家都是炒热闹而已 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是炒热闹 就是捨些东西上去 即是显示我是有料到的 印度是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 是民主大国 不知道要不要塗牛屎上去 让牛屎与牛鸟占领火星 不得了 所以这个火星的探測器 看看什么时候真的会登陆这个火星 它就会做很多探测 还有会有很多研究会发生的 也挺期待 另外有一宗我自己觉得挺有趣的 话说在苏州的海关发现了一只大兜虫 非发入境 这一只大兜虫 其实是世界上最长的甲虫 还有它可以 半夜的能力是很强的 因为这一只奇怪的地方 因为它刚刚发现了 其实在上个月的厦门的海关 都有检获到同一款的虫 而这一只虫 因为它本身很强壮 而人们找进来 其实应该是想做一些观赏性的草物 就是一些昆虫的草物 但是如果它登陆了中国 它就会造成一些生态灾难 因为它的战斗力很强 所以就变成红火蟹 那你落地山根 就有些不太强 首先小时候也有看甲虫战队 对甲虫有点兴趣的 蒙面超人我都有提及的 特同甲虫都是 它是抄甲虫的 没错 日本人不知为何很强 就是在这些找到一些 灵感 变成一些文化创作 就是寵物小精灵 不是 现在叫做神奇宝贝 不是 寶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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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们这词也混乱了 寶可梦看到很多这样的内容 我觉得很有趣 第二就是说回这个新闻 不知道呢 就是这个大几虫 大兜虫 他会造成生态灾难 看下他的战斗力有多强 其次是他的繁殖力有多强 因为战斗力强没用的 实际是围挂你 可能 红火这么瘋是因为他的繁殖力很厉害 所以这么大件事 所以他有什么强呢 就是他可以举起自身体重850倍的物体 因为人其实打开举起自己3倍的重量 但是他可以举起自身体重850倍其实也蛮夸张的 而且他的市价是可以买到几千元人民币 所以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运进来中国 希望将他卖掉 而他的繁殖有多强呢 这方面我不是昆虫专家 暂时未知道 但是因为如果这些东西登陆了的话 其实他就会危害到那些农林充务业等等 同时他会带着一些外地的病原体来到 所以就有些颇有些潜在的影响 我想其实所谓的观赏性 很大程度都是用来看看他怎样直钞 是啊 即是斗鸡这些朋友的 即是一只甲虫就打架了 很难看 没看过木面超纹打架 看看你有什么兴趣 另外说了一宗国际新闻 即是美国大家知道有五十几个州 他们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哄人打疫苗 可能香港也是学习 那有什么方法呢 第一就是纽约市长白思豪 在Twitter出了个帖子 就说我们和你回到餐店合作 你知道打疫苗之后 就可以写一块免费的看 即是写一块免费的汉堡 或者是三文治和一个薯条 另外加州的长滩市市长就说 我们接种疫苗的地方 你只要去接种之后 可以有两张太平洋水族管的门票 变成就哄你去做 另外在俄州 他那里就会说 你打疫苗之后 你的名字就自动进入彩票 即是绿合彩的项目 只要你有五个人中了 每人奖100万美金 而在州立大学 他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项目 不过奖例就是全额奖学金 都是五个总长名额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院 他直接将那个接种中心设计了在 你知道在美国很多唱会 或者是娱乐综合场所 设计的士尼就最棒了 是的 设计的士尼 然后打完立刻玩 打完之后就立刻有一些门票 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各出其谋的 或者不同的州 八仙过海 各起神叹 当然是好事 因为美国都是以打疫苗为最主要的目标 所以就用这些方法去处理 但其实你发觉 这些方法吸引到的都是年轻人来的 老人家你要想办法的 当然是年轻人应该先打 这些有效的 即是吸引那些年轻人、年轻人去打 有东西吃 明天饿死的 那就去打枕吧 之类的做法 这个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打多疫苗也好 因为始终可以令免疫力散步出去 至少群体免疫到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在成都49宗的堕楼事件之后 湖北也有一个14岁的女生在校内堕楼 这件事应该不会像上一宗那样牵连大波 但也挺值得人来关注 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之后 其实警方已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闭路电视影像 见到那位同学其实是自杀的 而且现在的公安都比较紧了很多 所以就变成了这件事 其实也有点 不知道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 因为内地也有一些学生的心理压力 一些比较多负面的事情 而因为那位同学 其实在学校的人际关系都可以 也不像互相有些欺凌 或者受过体罚 或者被人罵 所以这个事件也挺令人惋惜 首先 自杀是会传染的 所以你有一宗自杀 也容易有第二宗发生的 尤其你变成一个很大的新闻 情况很多 例如富士康18年跳 或者香港有一阵子也有很多学生自杀 那是同一个原因 而说回49宗这件事 我想中国内地的学校 是压力很大 一个众所周知的 不需要怀疑 而那种里面的权力关系也很扭曲 这个也不是我特别说的 我只是在深圳读的幼稚园 中小学我是不知道的 而这一个说的人 大家都很出名的 是兔主席 是任仲仪的儿子 即使他是一个这么外国的人 他都对中国那种学校体制是心痛恶绝的 就是他自己这么看 而如何心痛恶绝呢 你在里面很明显地看到 那个人是老师 就是他在鞭打你啊 看罚你啊 这件事我不知道又没有了 暂时说没有了 那这些是很平常发生的事 甚至你拍拖就被鞭打 那些很正常 即是棒打鸳鸯 OK 有一个都挺天才的历史学家 我也挺喜欢的 18岁就死了 近几年叫林家文 他写了两本书 都是历史学界好评 我原本觉得这些天才一般不行的 但我看他两本书都挺好的 那当然他后来都是自杀 因为他在校内有私生乱 跟老师拍拖 那当然也是受尽学校的侮辱之类 那他很有趣就是 就是我们独立之地理学 那有呢 他叫做校园政治地理学 就是说学校里面那种 权力关系加级分明 嗯 会讲成果 那当然你说就社会管治来说 这个是好事来的 嗯 因为你这样是令到他更加有效 去 fit 入去这个社会 成为一个社会的螺丝 那这个是好的 但问题就是 那随之而来就是说 那你一种会有些人觉得很不开心 变成这个制度的消耗品 那就是这个是一个中学生 那尤其你到高中的技术学校 那基本上都是军分式生活来的 嗯 甚至大家都追求一些军分式的学校 去给那些年轻人去读书 那最有名就是河北的行水中学 那间的无炭厂学校 那基本上就是晨粗晚读的 那由五六点起身就做早粗 那这样的运动 那之后就开始读书的了 那夜晚就有自习时间 那基本上你是全职这样读书的 你亦都是在宿舍里面 你是困在里面 那基本上你是浸了出来 那你唯有all in 读书的 那但是这一种的做法是很流行的 那你想想里面的人的心理状况 一定是不特别好的 就是考完高考的心理变态 那些人是 就是我们考DSE轻松一点的 就是你考完A-level的人 那些人都很惦惦的 就是在他们那种想法 就是我都问很多了 他都说 考完A-level 那应该是会午夜梦回 都会偶尔想起最恐怖的情节 就是考高考考 因为那时候考A-level的人 就是聊天都知道 真的考得好读书的 你是无时无时都在读书的 就是你是在乘巴士 有十几十分钟 背下生字 就是这样的情况 是的 所以近年中国都有些情况 开始想关心一些心理健康 就是学生的心理健康 但是看来就现在都 看来就未成主流 还有就算有了成都四十九宗 这件事之后 就是他现在的舆论很快 都会转向一些家长尋印之事 还有完整的情况 就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暂且都先相信 但是会不会有制度性的改革呢 那看来就未必会 肯定是不会的 是的 因为这样有效 也会对中国是好的 正常来说的 就是你问我 就是被人有什么鞭打 读三年书 应该很大进步的 嗯 就是你个人黑虎内劳一点 就是像理性的想法 但是你问我 我自己选择 我都是牛仔 都是DXC好一点 有钱就更加硬一点 那当然在内地也是 大部分有钱人 都是不考考考的 都是考IB算数 那这个也是占多数的 好 那今天两岸过阶时间到这里 那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那我刚才说了这么多 如果我说不要最后 那我们先扔两个屏幕吧 OK 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可以最后的 二大币 我是应该买的 再说 那新高 我没有看到 二千一百几 好 其实原因我都说过了 刚才说了大概重复一次 其实它应受性最高 需求很厉害 你要搞UNISWOB 你要搞什么 全部都要以太币 你的币全部都要以太坊 而且你要交易其他ERC 二十个币全部都要以太币 你要买那只猫也都要以太币 我们知道现在那个 在以太坊上面的交易费用很高 OK 而且很慢 很不合理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在资源里面 做一些好一点的分配 其实现在我们说交易费用很高 那些交易费用是给了哪个呢 其实是给了一些矿工 刚才我说过 矿工其实就是 它主要做verified交易 其实是赚很多钱 是多过去挖矿 其实如果我说以太币 你说挖矿 根本挖不到 但它做 拿一些capacity 去做一些核实的交易 其实是主要的收入 那现在伦敦客户是说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向那些抗工去害到 但是很大争议性 其实这件事已经通过了 但问题是如何实行 或者实行的过程会有什么麻烦 搁的 任何 Tier 任何idades Floope 争论